美联储鸽派声明之后 我们就可以大举对股市进行超级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五 那因为央行会议密集 所以本周的市场可谓马不停蹄 而周四凌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声明 毫无疑问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那在最新一期货币政策声明当中 鲍威尔再次明确表示 在通货膨胀超过2%之前 美联储将不会缩减量化宽松的力度 更不会考虑加息 而美联储这样的生平表态 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并无心意可言 那正像昨天早上 在写给朋友们的信息当中所说 市场喧嚣分老 关于近期美联储将会紧缩的炒作与评论 理应被拥有独立思考的我们 是做干扰投资交易的噪音 而与众人过于关注美联储量化宽松 与加息进程不同的是 美联储针对通货膨胀抬头的态度 更为值得关注 而在被问及通货膨胀在第二季度抬头的问题之时 鲍威尔表示 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 通货膨胀抬头将会是短暂与临时的 而如此这样的表态 市场是使用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来表明了态度 美元下跌黄金 美元下跌黄金上涨 股市上涨 比特币还是上涨 而在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表态之后 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是不是就可以玩起袖子 闭起眼睛放心买了吗 那答案当然不是 而在诸多的顾虑当中 十年期美债的收益依然会是需要强调的 重大不安因素之一 那截止目前为止 美债收益依旧位于较高的位置 而这样的现实情况 料将继续会为股市当中有的板块带来巨大的压力 而正因为如此的不明朗 也才让我们这些市场参与者们 感受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无穷乐趣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尽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顾虑 我是GoMarketsAlan